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梁世祥 马兴集团2022财政园首季核心经历报4020万令吉 暗季大涨1.82倍,高于市场的预期 同时,首季房地产销售录得4.51令吉 达管理层全年销售目标21令吉的23% 此外,截至首季末,未入账销售也增加至21令吉 可支撑集团未来一年的盈利 尽管如此,首套业务因平均售价低迷而表现不振 MIDF因此下调金明财政年盈利预测7.4%和7.5% 展望未来,行家预计该集团将推出价格适中的房地产 支持销售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,5月推出的第一期M-Sung-Yoon双城住宅已全数售出 综合以上,MIDF将目标价下售至74仙 维持买入评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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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